这是八年前王力宏带着老婆李静磊 首度公开面对媒体 亲手烤饼干 双方互动甜蜜蜜 如今宣告离婚 李静磊毁灭是爆料文 抖出离婚内幕 包括婚前被逼迁不对等的协议 财产转移的干净 生怕被占到便宜 如今决定要离婚 理由是如果遇到喜欢的女生 不想委屈人家被说小三 记忆原谅我多情的答案 财子真的多情 李静磊发了近五千字文 内容控诉王力宏十二大罪状 当初两人认识时 李静磊才十六岁未成年 而王力宏在有女友的状况之下 半夜两点问李静磊要不要去陪他睡 发生关系后却说不想谈恋爱 交往后人劈腿发展不正当关系 理由是无法控制自己 上海演唱会结束 人狂欢拍不雅照 婚后和已婚女子关系匪浅 一起骗对方老公 违反法规也要去聚会 甚至记录发生关系的对象 疑似是身边的工作人员 婚后催老婆三年生五胎 自己却婚内出轨 让老婆过着伪单亲的生活 缺席孩子生日重要节日 离婚后不愿替老婆澄清谣言 但自己被爆料出轨就大动作澄清 洋洋洒洒的po文 夫妻彻底撕破脸回不去了 昔日在媒体镜头前 李静磊形象娇滴滴 首度大动作硬起来 捍卫自己的名声 也公开八年婚姻的真相 铁乐心揭开王力宏不为外人知的理念